这片不足百米的小树林 居然挖出了数十具面目全废的女尸 尸体的被迫害程度 让在场的韩国警方都感到毛骨悚然 背后发凉 然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这起案件竟然还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 一起走进今天解读恶之心的人们 剧情解说 电影开始于1975年5月的韩国 一处公园内 小男孩何英正跟妈妈在公园划船 一时没注意 他们与其他船相撞 何英不慎跌落水冲 多亏周围人救援及时 何英被救上岸 没想到与何英一起被打捞上来的 还有一具无名女尸 何英天生敏感 能够感受到他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 所以看到女性尸体的那一刻 何英感受到对风死前的悲伤与痛苦 时间一晃来到1998年3月 何英长大成人 成了一名警察 自97年开始 何英所在辖区发生一起连环杀人案 死者均为年轻女性 作案过程大致相同 凶手闯进房间 把女生强拆后 又残忍将其杀害 抢走房间里的值钱物品 十个月来 警方对此案件毫无头绪 只知道一点 凶手在作案时 佩戴红色棒球帽 所以在警局内部 将此案命名为红帽子案件 由于这起案件影响恶劣 居民们哀声怨道 要求警方尽快破案 迫不得已 警方只能安排警员 男扮女装进行钓鱼执法 却是一无所获 这晚同时都下班了 何英依旧没有离开 在巷子里巡逻 果然有了发现 在巷口深处 一个男人戴着红色棒球帽 想要盗窃别人家 何英健壮出声呵斥 男人见被人发现 掉头就跑 何英紧随其后 经过一番夺命追逐 总算将其制服 然而 等带回警局审问后 才发现 男人并不是小红帽杀手 他只是附近的小偷 冒充小红帽的名声作案而已 毕竟现在大家都害怕小红帽 戴着帽子作案 受害者不敢反抗 望着被关进警局的小偷 何英想知道 对方的犯罪心理是什么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小红帽杀手又犯案了 这次的受害者 是一位独居孕妇 被小红帽杀死在家中 不过这次案件 凶手没有强拆死者 但却脱光其衣物 扔在现场 警方接到报案 迅速赶到现场 根据现场情况来看 死者的男朋友被认定为 案件第一嫌疑人 死者生前曾与对方发生过争吵 之后男朋友一个人去了 汉江散步 没有目击者 最重要的一点 警方只在现场发现 男朋友小冬的指纹 并且有目击者称 曾看见一个戴红帽子的男人 一直跟在死者身后 而且死者死亡时间 与小冬离开时相符 因此急于破案的警方 将小冬 当成连环杀人案的嫌疑人 开始了一番延续逼供 但只有何英知道 小冬不是真正的凶手 除了这次命案的 作案手法与之前不同外 死者家门 有被撬动的痕迹 如果小冬是凶手 没有必要撬门禁 然而凶手案班长 为了尽快地完成任务 不管不顾 咬死小冬就是凶手 其实这种办案风格 在当时还很常见 值得一提的是 小冬与何英 还是初中同学 因此何英打算找证据 帮老同学翻案 当然 他的这种举动 自然也得罪了班长 何英被案件 整的焦头烂额 死者附近又发生盗窃案 何英又转头调查盗窃案 这个小徒十分鸡贼 砖头没有男人居住的地方 就在这时 何英注意到被偷盗的几户人家 门口都被标记了数字 有的是233 2212 就连小冬女友家 也被标记了 难道说凶手 会是这个盗窃犯 经过对几家进行走访 何英很快摸清 这些数字背后 所代表的含义 2代表女人 3则是孩子 而1则代表的是男人 盗窃犯正是以这种方式 对住户进行筛选 不过 想要摸清家庭情况 并不是一般人 能够做到的 究竟谁能有这么大能力呢 何英想到了一种职业 那便是外卖员 就在何英调查 有了进展之际 同事在一次蹲守时 抓住了小红帽杀手 警局里的小冬 则也被班长驱打成招 认下了杀害女友的罪行 何英跑去质问班长 如果小冬是凶手 那为什么脱死者衣服 班长可不管这些 认为杀人犯 总有一些 常人所不能理解的怪癖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班长让他去问小冬 就在这时 警方刚抓获的小红帽杀医人 回头说小冬可不是真凶 这句话被何英记载心中 决定重回案发现场 他找来前辈帮忙 对方正在研究犯罪心理学 简单来说 就是站在犯人的角度 去揣摩他的心理 就比如小冬女朋友案件 凶手能冷静地抹去足脊和指纹 足以说明他是个惯犯 极有可能在案发时 他正躲在房间里 等着死者与小冬争吵后 再钻出来杀人行凶 根据这个理论 前辈来到里屋进行盘查 果然在衣柜里 找到一枚陌生男人的指纹 何英迅速委托鉴定科进行调查 班长得知此消息 整个人都怒了 明明都已经结案的案子 又去委托调查指纹 这不明摆着打班长的脸 班长不管何英又查到什么 让他立刻终止委托 何英不为所动 认定小冬不是凶手 要帮他犯案 说骂起身离开现场 留下班长一人在原地咆哮 就在这时 何英接到首尔鉴定科的电话 指纹调查结果出来了 可惜指纹库里并没有凶手的信息 何英试图开始分析罪犯的心理 却是一头雾水 此刻前辈登场给何英出谋划策 并邀请他加入自己 刚创立的犯罪心理学小组 从另一个角度帮助警方办案 这就是后来的犯罪测写师 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份职业不受到认可 何英虽然对他感兴趣 但没有急着答应 因为指纹没有结果 所以小冬女友案也暂时搁置了 小冬也因此被判入狱12年 此前被警察抓住的小红帽杀手也获刑 然而 本以为一切都结束了 没想到 在1998年的某天 韩国本土再次发生一起 入室杀人案 凶手 尾随独居女性 将人活活卡死后 抢走其身边职钱物件 并脱光对方衣物 何英这边仍在积极调查凶手身份 他想起之前被抓入狱的小红帽杀手 何英来到监狱 对其进行探望 并询问他是怎么一眼看出 小冬不是凶手的 小红帽杀手微微一笑 他不具备杀人犯的眼神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小冬完全没有理由 托女朋友衣物 毕竟他又不是没看过 按照正常逻辑来讲 如果小冬是失手杀人 第一反应应该是把死者衣物整理好 只有灌饭才会冷静到去脱衣服 这就是人的习性 就跟狗改不了吃屎一样 杀了人就想脱人衣服 凶手脱掉死者衣服 肯定也是有什么理由 只有脱人衣服 才能满足其的某种癖好 小红帽杀手此番言论 完全是站在杀人犯的角度去分析的 小红帽杀手之前所发案件 对受害者进行强拆 也是为了满足自己在幼年时 所落下的阴影 很快随着新受害者出现 何英准备重启小冬案件 此举遭到班长的阻拦 何英不管不顾 来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发现凶手的作案手法 跟小冬女朋友案一模一样 门锁有被撬开的痕迹 死者独居女性 被人发现时 全身赤裸躺在大厅 唯一的不同点 便是门口没有数字 现场没有遗留指纹 何英不知道案件该如何调查下去 再次去找小红帽杀手 后者站在罪犯角度 对凶手进行猜测 这小子很擅长开门 并且翻墙也是一顶一的高手 小红帽杀手建议何英 从有抢劫 或盗窃前科的人身上下手 临走前 小红帽杀手指着自己的脑袋 告诉何英 凶手大脑一定有问题 并且还是一个 对脱衣服怀恨在心的家伙 回到警察厅 何东队有前科的抢劫 以及盗窃案嫌疑人进行摸查 并重点关注 现在从事外卖职业的犯人 针对这几点 何英走访了几人 想确定一下 对方不在场证据 然而这些刑满释放之人 最讨厌看见警察 因此个个都拒不配合 这让何英吃了不少闭门羹 不过有个问题 何英应该是没有想到 那就是有前科的人 都会在数据库中留下指纹 既然有指纹 那之前凶手遗留在现场的指纹 只需要一对比 便可以确定身份 忙活了半天 何英才想到这个问题 结果没有一个人吻合 无奈何英只能再次寻找 小红帽杀手求助 何英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找自己 使得小红帽杀手变得嚣张起来 让何英帮自己交领至今 以及带食物给他 何英警告他不要太过分 要懂得适可而止 见小红帽杀手持续咄咄逼人 何英起身便要离开 前者见状 连忙把他拉住扶软 小红帽杀手告诉何英 对凶手作案的范围 进行重点监控 尝过一次甜头的人 绝对不可能将其戒掉 换言之 凶手还会继续作案 并且就在附近 与此同时 警局接到一起另类案件 一个外卖员无故闯进独居女性家 多亏女人的男朋友 今天刚好在 外卖员小白就这样 被抓了个正着 直接送进了警察局 警察从小白口袋里 找到一把剪刀 小白正是用这把剪刀开的门 此时外卖员连连道歉 警方见没造成大的损失 便打算以私闯民宅罪 给小白定罪 就在录制口供过程中 身后的何英注意到 小白头发被压扁 推测 他戴了帽子 何英突然想到 案件几个关键性线索 外卖员 撬锁四床女性住所 凶手还是一个弱小的男人 好像这几个关键点 都跟小白对起来了 何英立马站起来 想知道小白帽子哪去了 小白表示 来的时候丢了 何英觉得有问题 一边单独审问小白 对他进行套话 一边安排同事 寻找小白丢失的帽子 何英告诉小白 他拿着剪刀冲进别人家 可能会被判 杀人未遂 小白被惊出一头汗 他那把剪刀 只是用来撬锁 并没有打算杀人 何英接着问小白 犯过几次案 小白表示这是第一次 但何英明显不相信 详细询问小白的犯罪过程 然后引出其他偷盗案 小白没有防备 直接脱口而出 等意识到自己 说错话时 已为时已晚 何英让他把所有 犯过的案 全部写下来 这时 同时拿着找到的帽子 来到审讯室外 何英发现是个蓝色帽子 难道说自己猜测错了 小白只是个普通盗窃犯 何英没有就此放弃 让同事提取剪刀上的指纹 跟之前找到的凶手指纹做对比 结果显示 小白正是杀人凶手 在指纹证据面前 小白交代了 冒充小轰帽杀手 在邻居门上写下数字 并杀害小冬女朋友的事实 至于为什么要脱光受害者衣服 是源于其童年的阴影 那时候 父亲将母亲脱光衣服进行家暴 这给小白的童年留下阴影 心里变得扭曲杀人 案件告破 小冬也得以沉冤招雪 值得一提的是 小红帽杀手分析的内容 基本都跟小白对上了 何英就此对犯罪测血师产生兴趣 认为犯罪测血师也能帮助警方破案 小冬被释放不久 班长就因为驱打成招的事 被推上风口浪尖 而何英找犯罪嫌疑人求助的事情 也被挖出来 警察就此被扣上无能的帽子 一时之间 整个警局就被阴霾所笼罩 何英也受到恶意评判 前辈则在这个时候伸出橄榄枝 邀请何英加入自己的犯罪行为分析小组 何英同意了 就这样 何英离开了刑事科 开始新的工作 何英来到犯罪行为分析小组不久 当地便发生了一起穷雄极恶的刑事案件 一个小女孩被人残忍杀害 并分尸之解 警方只找到躯干部分 身体其他部件并没有发现 而此时何英正在监狱 找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罪犯问话 这次见面的是 父亲弄情妇分尸杀人案的主犯张德豪 通过与他进行谈话 何英分析他的心理 以及为何会杀人 发现凡事都是有迹可循的 这次谈话对何英帮助很大 张德豪分尸的主要原因便是方便抛尸 何英回到办公室 翻看新闻报道 看到了小女孩被分尸案 警方初步判断 死者是被周围精神病院患者杀害 何英却感觉事情不简单 由于犯罪行为分析小组 不受到大家的重视 所以警方的案件不与何英他们共享 于是何英跟前辈前往警局 亲自索要案件信息 警队女队长对他们并不买仗 相对于搞什么犯罪心理 不如去抓凶手来的时机 就这样 何英和前辈在警局吃了闭门羹 既然不能进行案情共享 前辈决定自己搜查 案排同事搜集关于 女孩碎尸案的所有新闻稿件 从中寻找案件线索 而前辈则私下找自己之前的同事 侧面打听案件信息 得知女孩手指被人切掉 尸块明显被人冷冻过 而尸体的切割面非常整齐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所为 随后前辈从同事手中 拿到案件照片以及资料 回到办公室进行分析 何英认为 凶手绑走小女孩后 没有索要赎金 应该不是为了钱财而绑架 根据凶手残忍的杀害手法 可以判断出凶手和受害人父母有过节 而这些内容警局都没有发现 因此才将嫌疑人列为精神病患者 但尸体处理得干干净净 又不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能够做到的 更重要的是 凶手的踢骨手法非常专业 说明凶手对分尸有基本的了解 从这点来看 凶手应该从事经常用刀或解剖的职业 何英仔细观察照片 发现凶手包尸体时用了两层塑料袋 而这种习惯只有肉店职员跟鱼饭有 一般来说 肉店职员包肉会用两层塑料袋 结合尸体切面 何英怀疑凶手是肉店工作人员 但白天刨尸明显不符合工人工作时间 所以何英认定 凶手是一个曾经从事过屠夫职业的人 不过现在属于无业游民 何英带着这个发现 找到女队长 将情况告知对方 值得一提的是 何英跟女队长是旧相识 女队长觉得何英是来妨碍他们的 并不是来帮忙 还有肉店问题 女队长已经想到 并对周边进行了排查 并没有实质性发现 女队长让何英做好自己手头工作 不要再来警局 何英就这样再次吃了闭门羹 相对于一个需要靠着羹罪犯谈话 才能获取信息的部门 女队长对她就是四个字 嗤之以鼻 时间一晃 来到案件发生的28天后 警方对案件依旧毫无头绪 女队长也十分着急 而何英对此并没有放弃 她来到案发现场 重新对案件进行梳理 凶手是屠宰户 却能在日间将小女孩拐走 行凶后将尸体抛尸在附近住宅区 这说明犯人是住在附近 而且还是在特定时间不工作的人 何英想不明白 凶手为什么要杀人 又为什么要抛尸在闹市 一系列问题 使得何英根本想不通 陷入焦头烂额之中 就在这时 前辈那边传来好消息 她从尸体上发现了线索 在尸体的后背位置上 找到被按在雪柜隔板上的痕迹 这是一条重大线索 也许顺着冰箱 顺藤摸瓜就能找到凶手 女队长得知消息 也来到停尸间 事情发生到这里 备受压力的女队长 在上级的施压下 决定跟犯罪心理分析小组 合作办案 就这样 何英开始了调查 她跟前辈一起 来到废品冰箱市场 寻找能在尸体上 印出相同痕迹的冰箱 而收费品的老大爷号称 雪柜专家 看完尸体上痕迹以后 一眼认出 这是一种比较老款的雪柜 并说出她的型号 有了这个发现 前辈连忙告诉女队长 却意外得知 在一家旅馆中 又发现了石块 何英和前辈迅速赶了过去 现场除了石块外 床底下还整齐摆放着 一件女孩衣物 凶手这完全就是在挑衅 根据旅店老板所讲 凶手是一位 40岁工人打扮模样的男人 何英作为心理测写师 必须要充分了解 凶手在案发现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何英把自己的推测 写成数据报告 告诉了女队长 其中包括凶手可能是屠夫 在肉店工作过 从分尸需要花费 大量时间推测 凶手应该是独居 性格上比较爱干净 其犯罪地点或居住地点 距离抛尸点非常近 步行便能够达到 根据旅馆老板描述 凶手的年纪在 35到45岁之间 猜测学历可能是初中 有了这些范围 民警们迅速展开盘查 重点是那些 有过性犯罪前科的人 然而 一连几天下来都毫无线索 何英开始 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错了 这时 何英决定转移思路 从独居男人 这条线索上下手 排查当地所有的独居男性 果然其中一人 符合嫌疑人特征 此人名叫二狗 今年40岁出头 曾在肉品店工作过 并且他家距离抛吃点很近 何英跟女队长 急忙赶过去 可二狗早已不知所踪 不过何英两人 从房间找到存放尸体的冰箱 以及分尸用的工具 确定二狗是凶手后 何英招呼来同事 在房屋周围进行守株待兔 一连几天都没有动静 这天清晨 二狗房屋的房东 发现了埋伏的警察 上前询问情况 事情发展到这里 女队长几人 才从房东口中得知 二狗几天前就不见了 到现在还拖欠着房租 女队长意识到 继续等下去 也不会有结果 于是女队长招呼来同事 对房屋周围进行搜查 寻找死者缺失的手指 果然有了发现 连续从排水沟里 找到八根手指 缺少了两根 女队长迅速扩大搜索范围 仍旧一无所获 二狗隔着时间 把尸体移去在不同地点 究竟是在挑衅警方 还是别有用意 还有那缺失的两根手指 究竟在哪里 而此刻二狗又藏在何处 种种问题困扰着何英 时间一晃来的案发后 44天 警方依旧对案件毫无头绪 法医对二狗的作案工具 提取上面的指纹发现 二狗手指存在缺陷 只有八根手指的指纹 由此可见 二狗切下死者手指 完全是为了发泄 民警排查二狗工作过的肉品店 从老板那里得知 二狗只在店里工作了一个月就跑了 工资都是采取支票的方式给他的 民警立马赶往银行 调取支票的使用明细 发现支票曾在便利店使用过 女队长赶去便利店 调取店里的监控 就在这时 二狗出现在便利店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密处 得来全部费工 女队长跟手下立马追出去 将二狗抓捕回案 二狗对杀人公认不讳 的确是他杀害了小女孩 之所以挑选了对方作为目标 完全就是一时兴起 二狗此前在别的地区 有过欺负孩子的前科 所以一时没忍住 用冰淇淋作为诱饵 将小女孩骗走 带到家中 但他的真实目的 不是想要杀人跟强拆小女孩 而是借此向女孩父母要钱 没想到小女孩被带回家 一直哭闹个不停 并且因为恐慌 记不清家里人的联络方式 迫不得已二狗才选择杀人 对女孩实施侵犯 等到女队长审讯完 何英来到审讯室 问出自己的疑惑 二狗的手指是在30岁时 一次意外导致两根手指被切断 手指缺失 二狗觉得很丢脸 时常被人当成残废 就连女人见了都嫌弃二狗 但单纯的小女孩不会 还是愿意跟着二狗 也正因如此 他在想着剁下小女孩的手指 让其与自己有同样的痛苦 至于抛尸在旅馆 完全是在挑衅对方 一切真相大白 二狗中将会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应有代价 只是可怜了小女孩的父母 要一辈子活在痛苦当中 每当思念儿女时 他们总会拿出 她的录像带观看 与此同时 前辈也因为小女孩案件 内心久久不能平复 跑去借酒消愁 醉酒回家的路上 前辈不小心碰到一个男人 男人回头想要前辈道歉 前辈却头也不回地离开 下一秒 男人掏出匕首 直奔前辈而去 就在这时 男人注意到前辈 掉在地上的警员证 见对方是个警察 男人才没有下手 前辈就这样 显之又显地躲过一场危机 男人则捡起前辈的警员证 离开 第二天 前辈重整旗鼓 回到警局工作 期间发现警员证丢失 立马进行捕失 可他并不知道 捡到其警员证的男人 把自己的照片 贴到了前辈的照片上 因为犯罪分析组 在小女孩分尸案中 有着重大贡献 所以前辈让自己的上级 向领导申请部门增加预算 却遭到领导的反对 警局支出预算有限 上级不想把预算 投放到整天 做办公室的心理分析组 不如多投入到 出外勤的人员身上 前辈气得够呛 只能无奈转身离开 二狗事件明面上的工作 已经完成 但对于合英小组而言 并没有结束 准备对二狗进行犯罪心理分析 撰写报告 积累更多经验 更好地帮助警方破案 以及追踪那些陈年旧案 其中便包括震惊全国的 大城连环杀人案 这些案件 警方有了嫌疑人模拟画像 却依旧没能将其绳之以法 前辈觉得警方方向有问题 一般来说 杀人情况分为三种 仇杀 情杀 以及为钱杀人 但如果说这三样都不是 凶手只是一时兴起随机杀人 对于警方而言 破案难度的增加 不是一星半点 而且在当时那个年代 心理发生有趣的变态还有不少 其中前辈推测 大城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就是这种情况 前辈打算等自己组 彻底稳定下来 就开始调查大城连环杀人案 将凶手绳之以法 让众人明白 心理犯罪分析组的重要性 然而 前辈还只停留在想 另一边的何英 则早已开始行动 找出大城连环杀人案 卷宗查看 并对资料进行复印 带回家中仔细琢磨 发现杀人犯的犯罪手法 和犯罪模式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 警方办案手法先进的同时 他们的犯罪手法 也是越来越精湛 只为能够摆脱警方追捕 而改变犯罪手法 也就意味着 警察的抓人难度增大 自然无法读懂 罪犯的犯罪行为模式 很容易漏掉细节 如果警方在这方面 不提前做好准备 那之后还会出现 更多项大城连环杀人案 一样的未及案件 所以说前辈的犯罪心理分析组 很有存在的必要性 只是现在的人 还无法理解罢了 总有一天 犯罪心理分析组 将得到大家的认可 与此同时 捡走前辈警员证的男人 出现在河边 缓步走向面前的小狗 接着二话没说 抬起锤子 将小狗狠狠砸死 从那疯狂的举动中 能够看出来男人是个心理变态 接下来 他将拿前辈的警员证 犯下什么案件呢 带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让我们敬请期待下一期 解读恶之心的人们更新